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子宫吸肉手术要全麻吗? 杨波迎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 关于子宫吸肉这个问题相对比较笼统 既然是子宫吸肉 那就应该包括宫颈吸肉 还有子宫内膜吸肉 相对来说 宫颈吸肉绝大部分位于宫颈外口或宫颈管内 关键要看宫颈吸肉的部位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麻醉的 但是如果宫颈吸肉的部位比较高 位于宫颈管的上端 这种情况下需要宫颈进来解决 那我们还是建议要麻醉的 如果是子宫内膜吸肉 因为子宫内膜吸肉位于宫颈内 大部分需要进行宫颈进下子宫内膜吸肉的切除术 或者子宫内膜吸肉电气术 相对来说 手术时间比较长 病人相对比较痛苦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还是建议麻醉 病人痛苦更小 术后恢复更快一些 专家提示 子宫吸肉麻醉方式如下 一宫颈吸肉 一般无需麻醉 若吸肉位置较高 需宫颈进手术 建议麻醉 二子宫内膜吸肉 需进行宫颈进下子宫内膜吸肉切除术 或子宫内膜吸肉电切术 手术时间较长 建议麻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